我们来关注呢 这个2024总统大选呢 目前呢倒数100天 那蓝白和到底该怎么和 是不是越讲越明朗了呢 而且甚至有个霹雳方案出现 好 看到呢 这个柯文哲他就说要比民调嘛 那他说国民党不敢接招 好 看到呢朱棣伦 他说蓝白和是必须的 从来没有预设立场 侯科很快就可以见到面了 并且会来沟通理念 结成政治联盟 好 西方先进国家 不同的政党结盟 这也是常态 绝对不会来政治分赃 更不是投机 所以说这样的话代表 侯罗仪不用当政的吗 好 那我们来看到 这个王金平他说 传到桥头自然职啊 取得重新执政 这个是全体的共识 六成都希望来下架民进党 所以不要担心 蓝白还是会合的 克志恩说呢 这个我们不倾向用民调 来做出相关的一个决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亮哥呢 他提到说 这个赵绍康有提出一个方案 霹雳方案 好 是什么呢 侯友宜当政的 那承诺让柯文哲 至少当两年的行政院长 好 他认为说 这个有打到重点呢 因为他理解啊 柯文哲想要做事 如果当副手的话 好 他是可能比较不愿意 侯友宜呢 可以拿出这个霸气来承诺 好 他说行政院长 一直是没有被讨论到的 是因为有个人想当行政院长 那想要他自己退出 这个是在做梦 所以这种话 只有侯友宜可以讲出来 那是侯友宜呢 在当选也是 这个 呃 侯友宜有权力来任命行政院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呢 赵绍康提出了这么一个霹雳方案 好 亮哥也认同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在赵绍康的节目 我觉得他是提出一个 真的有机会的方案 赵绍康吗 对 因为我 我在节目质疑他嘛 说 你这用民调 那两边都各有对自己有利的民调 你怎么弄啊 那我就说 依我个人观察未来 国民党有立委总部成立的肇事嘛 那县市长也会白场嘛 是 所以照理讲侯友宜应该会比较有自信才对啊 那我就问柯智恩啊 因为柯智恩坐我对面 我就问柯智恩说 那国民党为什么不同意民调呢 后续不是对你有利 那柯智恩就说 我们不主张用民调 哦真的啊 还是这样讲 对 所以我认为啊 我跟你讲啊 他们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他们不敢明讲 就是民调会有 民进党的力量会进来操作 这我们不管他啦 因为反正他有民调恐惧症嘛 所以赵超康就当场提出一个方案 哦怎么说 他说不然这样好了啦 那侯友宜当政了 那柯文哲行政院长保证当两名 我事实上觉得他这个东西 比较可以考虑 因为柯文哲真的不愿意当副首 因为台湾的副总统是完全没事干的啦 那柯文哲不是这种人啦 对 那柯文哲也希望柯文哲能够做一些革新嘛 让大家有感嘛 那你国民党不愿意做民调 那只有两条路可走啦 第一条就是我不玩的嘛 对 你就去死吧 各玩各的嘛 对 这个 当然是这样啊 因为你不用做民调那难道我 我不用回去跟柯粉交代啊 我怎么交代 我凭什么当副的 对不对 对 就有正当性的问题就出现了嘛 所以你一定要提出一个 人家能够交代的方案嘛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赵超康讲这个 才是真的有突破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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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 有什么 abolition 有什么 一些 有什么 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